登登登 耶!今天拿了一顆新的球 之前那個昨天那一顆呢 被多多尿尿 然後又咬爛了 所以呢幫他換了一顆新球 送喔! 我們到達阿九在巴勒園裡面 享受那個 樹蔭下的涼快 那今天呢 你看遠方的樹就知道了 風吹起來喔,那是很爽 蠻舒爽的 禮拜六啦喔 不過蠻特別的耶,因為最近喔 不知道是應該跟疫情也沒什麼關係啦 不過最近喔,那個我們這邊 快點啦 這邊假日都沒什麼人耶 蠻清爽的 就是呢,Samba 對他們來講喔,就是 日子過得很愜意 也不用像之前這樣一直接客 然後呢就這樣 每天都在店裡面吹電風扇啊 睡覺啊,然後呢 就等散步 散步結束呢,就等一下 就等晚餐時間了 啊,林靜多 新的球你自己先玩一下啊 好,鬆快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林靜大在這裡啦 啊,林燒酒在這裡 酒耶,不要再在那滾滾了耶 好舒服喔 這種喔 這種喔,就是微涼 喔,其實也沒有到很熱 那,我覺得這種呢 很適合晚上呢 就是在戶外,然後吹個風 喝個冰啤酒 喔,在這裡送 來,給我 給我來 來喔,啊,林靜大要玩嗎? 林靜大要玩嗎? 三寶在不在 明天在不在 每天都在 其實有很多的粉絲朋友都會問我說 幾月幾號啊 什麼時候呢 到店裡會不會看到三寶 基本上 我跟各位講 我們店是全年無休的 沒有在休假的 所以呢,基本上 只要無休 三寶就會在店裡 所以呢,你們隨時來 狗狗都在店裡 除非就是你們可能來的時間啊 比如說像現在這個時段啊 三四點 他們就會散步 就是會出來散步 那散步也不會很久啦 我們平常直播 大概都十分鐘 十五分鐘左右 就回去了 所以 基本上 如果看不到狗呢 就等一下 等一下呢 那個狗狗就回去了 喔 大家真的好高愜意耶 喔 直接 很像那個小肉豆喔 你們知道小肉豆是什麼嗎? 好像這種南部的早餐店會有 小肉豆就是那種有點像熱狗 啊 但是呢 它是一粒一粒的 然後呢 它的名字就叫小肉豆 很可愛的一個名字 然後 哇 久了 又趴在樹下乘涼了耶 叫 大家 松鼠咧 松鼠咧 他在看樹耶 別吃 再去滾啊 再去滾啊 抽抽給我 耶 阿你不再練一下 大家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耶 欸 猩猩場比較長 小肉豆比猩猩場的一半 猩猩場 像我們熱狗這麼長吧 啊猩猩場大概這樣 啊小肉豆這樣 就一顆 一顆球 啊但是呢 跟猩猩場是類似的 好就是我們 南部早餐店才會有吧 我不知道那個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啦 但是呢 我是有跟一些中北部的朋友分享 他們說欸他們沒有聽過這個東西耶 所以呢 可能初步估一下可能我們南部的那個才有 然後 說到早餐喔 這個呢 所以要跟大家聊一下 那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感覺 我看網路上其實也蠻多人在討論的 就是為什麼早餐店的奶茶 喝完都會烙曬 這個真的是一個謎耶 也不知道 也不是說他不衛生不乾淨喔 就是普遍我其實從小吃到大呢 基本上好像吃那個早餐店的奶茶呢 基本上都是會烙曬 算是一個解便秘的神物啦 哈哈哈哈 阿大大是小漏洞 他那個大大很短 小漏洞 阿九九就是欣欣長 九九呢 比較長一點 他比較粗 你在講理啦 大小的 小小 等一下等一下 不就是新奇的 讓你們看到了 看到了帥臉 賺到 哈哈哈哈 來快點 到我來快點 瞧瞧給我 給我 搖過來 快點啦 快點來 過來給我 真的耶 我可能 有的人喝完沒事啦 但是我大部分 然後有的時候我去網路上看呢 其實也有蠻多人會在 會在討論這件事情的 就是早餐店的奶茶 就是有的時候呢 你看一些YouTuber 他們在拍一些幹片 或者是什麼呢 他們會喝完 嗯 肚子怎麼太痛 這是早餐店的奶茶嗎 之類的 就是會有這樣的梗 我個人也是蠻認同的 不是說早餐店的那個奶茶不乾淨 也可能是乳糖不耐 也有可能 但是呢 就是 有一些朋友 喝其他奶茶不會 但是喝早餐店的奶茶就會 哈哈 算是一個解便祕的神器 美拜 好漂亮喔 像豆子的熱狗 也可以這麼講 就是小肉豆 好然後就是 不是之前有很多人在講 什麼我們南部 特有的那個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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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也是一個蠻蠻特別的 的店喔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你可以吃漢堡炸雞 然后配一碗面馅 就是它的组合呢 我觉得蛮酷的 其实说真的 之前我常常听人家 在讲丹丹汉堡 但是对我来讲 我在台南住那么久 我到快30岁 我才吃过丹丹汉堡 可能我中间有一些时间 都在高雄跟台北 所以我很少会在台南的 高雄好像有丹丹堡 其实我不大记得 但是后来我是因为 网路上大家都在讲丹丹汉堡 哎干我台南住那么久 居然没吃过 所以就有特别跑去吃 还不错 算不错啦 哎呦是不是 喝早餐店的奶茶 然后呢 早餐店的红茶也蛮酷的 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我们有一种红茶 统称叫古早味红茶 我们店里面呢 其实我们店在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以前 还没有做芒果干的时候 很小 大概我幼稚园的时候吧 我们店是在卖芒果 我在卖水果跟 那个水果冰的 我们小时候是在卖冰 然后也有卖新鲜水果 我妈中间还开外挂 在卖咸酥鸡 然后 对吧 咸酥鸡 然后我们小时候呢 店里面有卖那股早味红茶 就是呢 你知道那种 鋁鋼制的 那个 拉开 然后里面有一颗 非常大的正方形的冰块 然后里面就是红茶 我们小时候呢 店里面的水果我们是不能吃 那个是给客人吃 因为水果很贵 在那个年代其实生活也不是很好过啦 所以呢 这种水果小朋友 我们小朋友是不能吃的 我们只能吃那种快要烂掉的 比如说已经过熟的番茄啊 快已经 已经卖相不好的香蕉 之类的 我们才可以吃 不然的话呢 其他一些卖相好的水果都是要卖给客人的 所以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看得到水果 但是不一定吃得到 我们只能吃那种快烂掉的那种 然后但是呢 店里面的古早味红茶 我们是可以喝到饱 因为那个感觉好像很便宜 那古早味红茶呢 喝起来就有点苦苦的 就是前面是甜 后面是苦 大家都知道台南嘛 尤其在台南呢 台南人什么没有 他们呢 可能我们这边连下雨都是下方糖 下砂糖 因为台南的东西呢 普遍的食物呢 都比较偏甜 包括饮料也是 所以呢 其实我很少喝饮料 所以其实这个梗我不大能说 就是有的人会说什么 你在台南喝半糖呢 等于是外面的全糖之类的 但是呢 因为我很少喝泡沫红茶之类的饮料啦 所以 这个部分我不大手 所以我每次只要 我老婆要去买 买什么泡沫红茶之类的呢 她都问我说 你要几分糖之类的 我都说青菜半糖好了 她说很甜耶 我说干真的假的 那你决定好了 那通常我老婆都会给我点无糖 无糖 算了啦 其实我也没有很 对糖呢 没有很 很向往啦 所以对我来讲没有差 只是呢 在很多的台南的古早味的红茶呢 真的都比较甜 就是我真的喝过那么多呢 都满甜的 但是喝完呢 觉得舌胎上都会苦苦的 然后我们家小时候 我们店也是这样子 或许这个就是古早味红茶的味道吧 但是呢古早味红茶有一个很酷的就是 一定要有很大的冰块 我们店里面那个冰块超大 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养了一只大狼犬 那只狼犬很大 我们以我小时候呢 身高 因为那个才幼稚园吧 所以那只狼犬呢 它是跟我一起长大的 就像这样子 就是我出生 那只狼犬也刚好开始养 所以那狗会大得比人快嘛 所以小时候呢 我都会把它当马骑 我可以坐在它身上 那只狼犬的名字叫哈喽 它叫哈喽 它很大字 非常非常大字 然后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只要生日啊 我们平常呢 也不能吃 也没有什么福利可以吃到什么蛋糕之类 只有生日才会有 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吃过 就是有一种冰淇淋蛋糕 它整颗蛋糕都是冰淇淋 那个很爽 啊我们只有生日才可以吃 啊然后生日呢 那个冰淇淋蛋糕 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 冰淇淋蛋糕好像没有 还没有要拆 但是我们家那只大狼犬呢 它用它的鼻子的 狗的鼻子前面比较长 它去打开了那个冰柜 然后呢 把那个冰淇淋蛋糕推出来 然后自己在那边 把吃了半个蛋糕 然后我们在那边哭 因为狗狗吃过了 我都是口舌 我们也不敢吃 然后就 你就看着眼前的这一个福利 难得有生日可以吃冰淇淋蛋糕 结果呢 被那个狼犬吃掉一半了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过去 台南很多东西都蛮甜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啦 就是连牛肉面都是甜的 然后 什么 你说什么古早味的一些 比如说 什么 猪油拌饭 也是甜的 然后呢 有一些什么 你吃的汤啊之类的 都还蛮甜的 那我个人不大爱吃甜啦 但是 在台南我就觉得 这个很正常 就是 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也蛮好吃的 大概是这样 但是 真的有一些外来的朋友呢 会觉得台南的食物很甜 但是说真的 台南的食物呢 我个人是觉得 全台湾最好吃 自己在台南南 自己一定要沾沙 自己在台南啦 台南的 不管是地方小吃啦 或者是很多的餐馆 基本上我真的觉得台南的食物 便宜又好吃 非常棒 鳝鱼意面也是甜的 没错 我前阵子 前几天才刚去吃 鳝鱼意面 刚才第一年 我都想说 鳝鱼是有糖尿病 或者是 它的那些 意面呢 是有加砂糖 是不是 反正就还蛮甜的啦 这个部分呢 很习惯 我记得我之前在上海 以前在跟熊猫人 我们去大陆拍戏的时候呢 厦门结束以后就去上海 去上海好像待了快一个月 然后呢 那一阵子吃上海菜 我就很习惯 因为上海菜也是蛮甜的 跟台南菜有点像 都甜 牛肉汤也甜 羊肉卤也甜 那我觉得台南的 有一个很酷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东城的辣椒糕 我这感觉就像台中人 会加东泉的辣椒糕一样 台南呢 我们吃东城的 然后台南不管是你的羊肉 蒜羊肉或者羊肉卤 羊肉汤 或者是羊肉卤也是 然后或者是牛肉汤 我现在讲了都溜口水了 他们的沾酱都是 那个酱油膏 加姜丝 然后偶尔你如果要加辣 你可以加那个豆腐乳的那个辣酱 然后呢 它那个酱油膏呢 也是甜的 就是很奇怪 就是你吃台南牛肉汤 那个蒜的牛肉呢 你要蘸那个甜的酱油膏 才会觉得像在吃牛肉汤 我记得有一些店呢 他们是没有放 附那个酱油膏的 都是直接附酱油 或者是附一些 一些调好的酱 但是就吃起来就 就不像在吃牛肉汤 可能是我们就是 根深地步里面呢 心里面会觉得就是 可能第一次吃到 后续吃呢 都是有加那个酱油膏的 那酱油膏甜甜的 蛮好吃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南部台南人的那个 那东城喔 东城其实这样讲啦 我两个妹妹 一个嫁去花莲 一个嫁去日本 他们只要回娘家 他们就会 像我妹花莲的妹妹 她就会用寄的 就是可能定了一箱 一箱的那个 东城辣椒糕 然后寄回花莲吃 然后我日本的妹妹 她会带几支东城辣椒糕带回日本吃 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啦 那台中的话呢 其实我有看过一些网路上的影片 有人会 就是不管你们吃什么东西 什么粽子啦 然后呢 面啊 什么东西都会加了满满的东泉 然后加到整个都是红色的 就是台中人的吃法 当然每个各地都有不同的部分啦 啊我是觉得呢 南部的食物呢 真的是满甜的 啊不过这种感觉呢 我们自己台南人 我们是吃的满习惯的 啊我觉得满棒的 好就好吃 好就要讲了 有点饿了 啊你两尊都要把我拿着吃呢 好 真苦 真的多多一个人在那边 他在树下那边在享受他的那个 水煎包也是 我跟你讲水煎包就是 那个台中人的水煎包 是东泉辣椒糕插进去里面灌满 哈哈哈哈 这个吃法还是蛮酷的 啊我们台南哦 我们吃水煎包呢 我们就是会多跟那个老板要一些 什么辣椒酱或者是那个酱油糕 啊都是甜的 啊就整个加满 整个那水煎包都会用塑胶袋包着嘛 然后呢就加满 我这样吃起来超爽 就是那个 其实说真的 那个辣椒糕完全不辣 它是有一个辣椒的香味 但是呢还是甜的 重点都是甜的 呵呵 它都很习惯了啦 真的好多食物哦 真的 呃重点是我们这边的食物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尤其是像我们玉井好了 我们玉井呢 有一家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那个 嗯呃 阳春面 我可以跟你们推荐一下 你们如果来玉井呢 你们可以搜寻那个春林 春天的春 然后雨后干林的林 上面一个雨 下面一个双木林 啊 春林的那个 的阳春面 它我们从小吃到大 然后呢 它一碗阳春面呢 从小到大价格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波动 哦 就是现在一碗也是35块 然后 我通常就是这样吃一碗就饱了 然后也非常好吃 然后它的肉燥淋上去 汤也是有点偏甜 呵呵呵 但是还是蛮棒的 那说到甜呢 其实台南有很有名的那个 锅烧衣面啊 啊 锅烧衣面呢 嘿 几乎每一家好吃的呢 汤头也都偏甜 很酷 什么都是甜的 哦 鸡排咸酥鸡哦 那可能它粉里面有加糖吧 就是 有人是这么讲啊 像我们台南下雨呢 就是下 就是刚刚讲的 可能下方糖 啊 如果雾霾来呢 你会闻到的都是砂糖 啊 都是一些糖的味道 啊 这个就是台南 很甜的一个故乡啊 所以呢 呃 说真的在台南呢 说的做步调比较慢一点 那东西啊 其实蛮好吃的 不过台南人呢 胖的不多 哦 就是可能吃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些 可能台南人的胃呢 已经很擅长把糖排掉了 所以呢 胖子其实也没有很多啦 除非呢 他们又吃完甜的食物啦 那又再去吃甜的甜点 哦 那就有可能会 会过重 然后又 又不运动的话呢 就可能会 啊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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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喔 好险好险 我很怕会滚到楼下去 因为那边只有栏杆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 我很怕滚下去 哦 讲到有点饿了耶 今天都还没吃耶 好 我们 好 我要回来 我要回来吃东西了 不知不觉 本来想说带他们出来 三个铺 吹个风 涼爽一下 结果不知不觉就聊到吃的 口水之流 聊到吃的干你什么事 因为九九也在等吃的 每天最期待就是散步完了 结束以后呢 九九就会坐在店门口 也不是在接客 也不是在干嘛 他在等我妈从果园回家 因为他要吃饭 东山丫头 东山丫头是甜的 各家的东山丫头都一样 我小时候都想说 为什么东山丫头会那么甜 是不是他们的油里面有放糖 为什么他们炸出来的 不管是丫头丫脖子 迷血或者是鸡爪 全部都甜的 好我们要回家了 今天就稍微简单一点 那大家今天礼拜六 我跟你讲 礼拜六就是一个好好放松的日子 就去吃个好吃的吧 犒赏一下整个礼拜的辛苦 那我也要回家吃东西了 OK拜拜 感谢观看